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衔演播 第38集 赌注 荣衡略带深究地看着苏青等他下笔 而常青这一脸惆怅朝复兴低声道 哎 福星 你家主子擅长画画吗 福星想到他家主子画得出神入化的小乌龟 略犹豫一下 点点头 还好吧 常青略略松下半口气 哎 你都见过你家主子画过什么 他师从何人呀 福星思考了一下 我们家主子都是自学成才 没人教 听说当年侯爷也请过师父 但都被主子打跑了 后来没人敢登门 侯爷也就不了了之了 常青 自学成才 怎么感觉这么不靠谱啊 你家主子画什么画得最好 乌龟 乌龟 福星这一次没有犹豫 非常肯定的道 常青 嗯 还有呢 福星笑道 嘿嘿 没了 我家主子只画乌龟 呃 容恒看着苏青的侧影 这货该不会 真要画个乌龟出来吧 苏青拿着笔 在那儿占了足有小半炷箱的时间 那边文心公主的大作都画完一半了 他还没有动笔 德飞总算是找到了机会 一脸担忧地朝会飞道 他该不会 什么都不会画吧 要是画不出来 那就要画儿媳妇了呀 苏青这个儿媳虽然糟心 可换成文心公主 更糟心 连婆婆的款你都不敢摆 慧妃倒是面色平常 含笑道 也许正在思考画什么吧 德飞撇撇嘴 呸 苏青立了半天 终于给毛笔蘸了蘸墨汁 举笔朝着画板落下 几乎全场的目光都落在那只笔上 摒弃宁神等他下笔 然而苏青笔尖将碰进画纸的一瞬 忽然挪开了笔 众人只觉得闪了一口气 苏青转头朝文心公主道 我觉得这样笔是不公平 众人 这是打算罢考 临阵退缩 且不说这不符合苏青的人设 我大下朝也丢不起这个脸呀 文心公主朝灭地看了苏青 不公平 很公平呀 你若是觉得不公平可以退出 苏青冷静道 你看啊 我给你分析 我们现在比赛是为了九殿下 如果你赢了 你就可以嫁给九殿下 是不是 文心公主点头 苏青继续道 但是如果你输了呢 你输了你只是不用嫁了 而我原本就是九殿下的未婚妻 因为你赢了我就要退出 我赢了我还是她未婚妻 你没什么损失 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 公平吗 这话一出 大家就回过味儿来 好像是这么回事 苏青要是输了 就从正妃变成侧妃 要是赢了 就继续做正妃 原地不动 在大家回过味儿来的一瞬间 苏青又默默补了一句 还是说你们北燕都喜欢空手套白狼 文心公主骤然觉得脸上一热 怒瞪苏青 你胡说什么 苏青一脸无辜 我没胡说啊 你赢了就赢了我们一个皇子 可要输了呢 文心公主瞪着她 傲然道 本公主不会输 所以 本公主也不用考虑输了的事 苏青转头 就朝北燕使团看过去 你们也是这样想的 北燕三皇子温温尔雅笑道 舍妹钟情酒店下酒饮 此次前来 做足了准备 意思就是 不会输 苏青吃得一笑 我虽然读书少 但也知道有个词 叫百密一书 你们如何想我不干涉 但是如果我赢了 你们拿什么陪我 说完 苏青白眼一番 总不能进赌方 没赌注吧 贵朝喜欢空手套白狼 但是我大下朝 还是要讲究有本下注的 北燕使团的人 脸色变了变 北燕三皇子 姗姗看着苏青 莫非紫荆将军 还怕我北燕国没得赔 苏青认真点头 我的确有这个担心 什么话还是提前说了好 北燕三皇子 文姓公主怒道 你到底比赛不比赛 话不出话来 你以为虎脚蛮缠就能赢了 那你进窑子不掏银子 姑娘能让你白摔 苏青当即怼道 这话说得粗俗 但苏青就是这个人设呀 满座宾客 大下朝的官员都习惯了 甚至大家觉得 这才是苏青 从小逛窑子下赌方的苏青 刚刚那个 有点诡异 文姓公主纵然骄横 却也受不住这种话 顿时脸颊羞红 恶狠狠地瞪了苏青一眼 既然比赛 本公主当然有赌注 你有吗 苏青看傻子一样 看着文姓公主 有啊 我的赌注就是九殿下 赢了你拿走 输了你给我留下 绒恒脑子里 顿时浮现出苏青那个眼神 牛啊羊啊 嘴角抽了抽 文姓公主捏紧拳头 无力反驳 放出狠话 本公主的赌注是 北燕三皇子 及时截住了他的话音 笑道 此经将女请放心 若是文姓输了 这个当做赌注赔给你 可好啊 说着话 他将自己的配件放到桌上 北燕使团的人 人人面色大变 甚至有人拉了下北燕三皇子的衣袖一座提醒 三皇子却是面容微笑 看着苏青 苏青扫了一眼那个配件 摇头道 我不要你的配件 这样 你们要是输了 给我银子就是 至于多少 你量力而为吧 皇上端坐在上方 看着北燕三皇子 一瞬间僵住的表情 险些笑出声来 平阳猴就是只老狐狸 没想到生出来的苏青 完全把平阳猴拍在沙滩上呀 脸上的表情僵了一瞬 北燕三皇子很快恢复从容 好 宇洛做了个请的表情 让苏青作画 苏青拿起笔 蘸了墨汁 提笔落纸 再无犹豫 一炷香的时间 已经过了大半 再加上苏青原本 就是个除了打仗 什么也不会的混账东西 大家分外担心 虽然刚刚看苏青讨要赌注时 觉得很过瘾 长青几乎是一双眼 都要粘在苏青的画纸上了 生怕这位一个不小心 就真画出个小乌龟来 文心公主作画 基本上颜色名利的颜料 都用了一个遍 苏青却只剪着几样颜色 颇为厚重的来用 一炷香的时间到 随着铜锣被敲响 苏青和文心公主 同时放下了笔 文心公主颇有些得意 将自己的大作 转向所有人 是一副岔子烟红 牡丹斗艳图 牡丹画得娇媚动人 刘白处 一首歌颂牡丹的诗 令人读起来 鱼香绕口 这是若相 大夏朝的官员有些愤愤 这分明是拿自己的强项 来欺负苏青的若相 北宴三皇子面带微笑 朝皇上道 舍妹现丑了 皇上笑道 不丑 三皇子 大夏朝的皇上 说话何时变成这种风格了 深吸一口气 北宴三皇子朝苏青道 紫荆将军 请吧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宁 别智论